2019年1月11號 謝俊書獲台北書展兒童類首獎 慈濟大學生科系老師陳俊堯 2018年9月出版謝俊好朋友 本日榮獲台北國際書展兒童類首獎 必須要把一些很困難的 或是比較深的科學的概念 把它轉換成日常生活裡面 他們有經驗到的東西 很驚訝因為沒有想到 自己寫第一本書就會得到 這樣的成果 把生活中38種常見細菌 用漫畫手法擬人畫 再透過專業科學知識 變成生動圖解和對話 內容淺顯易懂 2016年1月11號 《愛護地球 全球如素日》開跑 響應111 全球如素日 從花蓮金絲堂正式開跑 此季四大職業主管和同仁 以及氣象專家彭啓明到場一同推廣 因為全球來說的話 肉其實吃得太多了 希望藉有一天的響應 讓大家能夠減少肉慾 能夠多一點素質 也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大力慈院醫護人員在院內大廳 邀約民眾一起如素 院長率先加入聯署 我們只要一個漢堡 它所產生的碳足跡 足以讓一部車子連續跑三個禮拜 共知大家都知道 共識大家也現在都簽署公約 現在就是共行 共知 共識 共行 推動111如素日 美國志工不落人後 在南加州聖谷愛滿地聯絡處 舉辦如素日聯署記者會 只要簡單改變我們的 一個飲食的一個方式 一天的時間 甚至於一餐都可以 其實可以改變很多的 所謂的溫室效應 至今全球如素日 已延伸為 日日甦醒 2005年1月11號 大愛近南亞大臨慈院 義賣園遊會 池園南亞海嘯災民 大臨慈院舉辦義賣園遊會 來喔 來喔 愛心無藥 六十幾個攤位 從吃的到用的 琳琅滿目 商人行腳嘉義 也特地來到活動現場 為凝聚大愛獻心力 大愛近南亞 真情敷苦難 從台灣到海外 全球總動員 意賣一場兼一場 凝聚愛心化行動 2003年1月11號 花瓷搶救生命 6.88奇蹟出院 一個月大的小女嬰 妮妮 器官衰竭 血液酸鹼值降到6.88 體內代謝異常 生命垂危 人類全身的酸鹼值 都維持在7.35到7.45 這麼一點點的狹窄的範圍之內 過減過酸都會造成各個細胞 產生不同的病變 妮妮2002年12月底 被送進花蓮慈院急診室 醫療團隊不放棄 全力搶救 最後小生命康復出院 被稱為6.88奇蹟 沒辦法想像說 她當初生病這麼嚴重 然後現在隔了這麼久 現在整個人都好了 像撿回來的一個小孩子一樣 在學校認真好學 成績優異 在家裡懂事貼心 分憂解勞 就是寧妮試信了強韌生命力 押忍